汽车在如今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了常见的代步工具 许多的车主已经是有了多年经验的老司机 然而开了这么多年的车 关于车上的小设计 你或许都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我们平常都能看到汽车的前窗或者后窗那里 有一个三角形的小窗户 许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作用 但是它却十分的重要 关键的时刻能救命 前门的三角窗对于驾驶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这一块的三角窗有扩大视野的作用 我们平常开车的时候不但要看前方的路 就连四周的情况也要留意到 这个三角窗能避免视觉的盲区 避免由于盲区造成危险事故的发生 在汽车刚开始发展的时代 由于汽车的空调系统落后 而且缺乏密封式车身天窗的设计 这个前门的三角窗被设计成是可以打开的 主要功能就是通风透气 比如1940年的老爷车 三角窗都是靠手动开启的 而1956年生产的林肯 Cartinet Mark II 是首辆拥有电动调节三角窗的车型 而在后门上的小三角窗 为了增加汽车的结构强度 许多车型全都装在C柱上的后牢固三角窗 不只可以起到美观的作用 同时也可以起到后排采光和乘客的视野需求 装置方法是由密封条套在玻璃上 同时也减低了后窗的活动系统 并降低后窗的制造难度 因为玻璃的尺寸被三角窗分去一部分 这样玻璃在升降的时候会更平稳 而且考驾照的时候 很多人也应当听教练教过 使用三角窗定位的技巧 我们平常开车 这些小本领都十分的适用 听小编说了这么多 你是不是才发现 许多汽车上看起来不起眼的设计 对我们的行车安全却带来了这么大的好处 开车是一件风险系数很高的事 每个设计都不是空穴来风 它们能更好地保证你的人身安全